开始腌酸菜了 现在已经腌好了两大缸酸菜 冬天来个杀猪菜 那是岗岗地呀 这些大白菜就是自己家小园种的 一点农药化肥都没有 我爸说今年这白菜长得可好了 比去年的好 这些菜我妈都提前一天给它收拾完了 一会直接腌到缸里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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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酸菜之前这个白菜啊 一定要不能洗的 像有外皮这种的咱就不要了 吃的时候咱再洗 看 手特别好 自己家中的白菜味就是浓 摆一层撒一层盐 这都是那种大日盐 妈腌酸菜又加水吗 要 里边还得添水 对 腌两天就添水 三大缸的酸菜基本已经腌完了 这些呢就够我们一大家一冬天的菜了 这样也不用去超市买菜 自己腌的酸菜呢 吃的还放心 还健康 最主要是自己家小园种的白菜 在我们东北农村邻居呢 基本的家家到冬天的时候啊 都会腌一些酸菜的 到冬天做个杀猪菜 包点酸菜馅饺的 酸菜馅包的 觉得是不是挺好吃的 而且还省钱还放心 这边呢还晒了点萝卜 到时候晒干之后 冬天的时候 拌个咸菜一吃也可好吃了 这些呢地上还有一些白菜就不起了 让它在外边冻着 到冬天的时候咱可以吃冻白菜蘸酱 也特别的好吃 像这样的白菜就是包些包的不那么实诚 到时候就当蘸酱菜吃了 在我们农村呢 往后呢就越来越冷了 马上就要进入猫冬的时候了 也就是我们休息了 再冷一冷呢就开始杀猪了 杀猪来个杀猪菜 那多香哈 或者小鸡炖蘑菇 杀大鹅杀小鸡 好了朋友们 咱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有喜欢到我们这边来溜达点 就来找小雪来到我们家 冬天再来吃杀猪菜 咱们下期视频见 喜欢的给我留关注吧 有时间大家来溜达啊 拜拜了朋友们 咱们下期视频